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的行為感到恥辱 我相信台灣人民 非常憤怒對不對 我現在一一朗誦 所有今天委員委員會裡面的民進黨團的 委員的名單 陳曼妮今天在裡面提出來 不需要詢答 不需要討論 接下來這位叫總統趙 大家相信對總統都不陌生 高雄是之前的老公局長 台灣公運起家的 他今天在裡面怎麼樣 幫忙砍架 張孔正 身為民進黨議員 他也必須概括承受民進黨的所有一切 李淑芬 黃秀芬 我相信 劉建國 我相信 楊佳 我相信 陳寅 我相信 我相信 柯建林在裡面也是首要戰犯 柯建民 我相信 不只立法行政部門也參與其中 特別點名三個人 作為行政院院長 林全 我相信 我相信 做為勞動部的部長 國防禦 我相信 還有一位 台灣公運出身 台灣勞工正確 台灣全國產業總統會 出身的郭國文 現在做勞動部的次長 郭國文 我相信 我們要問的是 難道全台灣勞動階級 是你蔡英文的敵人嗎 難道你所謂的承擔 就是把我們的架砍掉 硬幹到底嗎 難道你所謂的承擔 就是工人群眾 在你的樓下等候 你卻落跑 走後門 砍我們的架做回應嗎 請問 拿著工人的承諾上去 去讓工人的權益 根本無法被保障 保障的是支方利益 蔡英文 我神 蔡英文 我神 蔡英文 我神 民進黨 我神 民進黨 我神 民進黨 我神 今天早上 我們動作團體到蔡英文家 我們只想了解 選前蔡英文承諾說 要還價給我們 選後 資方團體壓一來 結果 動用全面執政的資源 要來採勞文獎 所以現在 我們要展開 我們的懸吊行動 我要民進黨看到 他採的這個架 不只是延長工時 而且 也是降低工資 我要民進黨 我要全社會看到 現在這個英派 在做一個倒退的改革 他就是要拿工人的權益開刀 把所有工人的血汗送給自方 全操三十萬unky 全操四年 全操四年前 出賣國人的利益 承擔自我利益 出賣國人的權益 承擔自我利益 今天戰爭國人都很重要 對年輕朋友來說特別重要 為什麼 因為打國族很多時候都沒有收下 你就是台灣 在省勞計劃每週四公尺的時候 我們保存了一天 感覺就是心壯被壓壓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月的總公尺是288 我們享受不到每週四十公尺的福利 去年我們還可以享受一年 九天的國經假日的福利 現在把它砍成12天了 這兩天的福利 這七天又增加我們的工作量 我們過勞的現象是很嚴重很嚴重的 這七天砍掉的時候 我們沒有交換那個 我們已經是很過勞過勞的命令 那叫蔡英文是要叫我們保存一點氣息嗎 所以我們堅決 國際假日19天 去砍七天價錢 我們現在出發前往立法院正門口 混蛋正門 混蛋 社群 混蛋 日本 混蛋 我們現在請所有朋友 把你手中的蛋舉起來 我們要讓社會大眾 要讓民進黨知道說 如果你今天就是要這樣子 騙談資方 騙談財團 要像國民黨一樣混蛋下去 讓我們勞工又有自己的力量 把它拉下來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會戰政府 會戰政府 砍架解釋 砍架解釋 這抗爭將近一年以來 哪一個工會團體 哪一個勞工團體 曾經站出來說 他支持砍掉齊天將 民進黨政府 不是號稱 最顧民意嗎 不是號稱最會溝通嗎 今天走到這裡 我們看到的 只有資方赤裸裸的利益 完全沒有民意 民進黨非常的可恥 過去敢拿著社會運動 敢拿著大譜 反核過去各種的社會議題 往他臉上貼金 敢那麼大聲的幹國民黨 敢喊著說他要轉型正義 今天怎麼樣 就只是比張慶忠好三十秒而已 未還委員會 民進黨敢用這種 真的是無恥到底的手段 硬幹 接下來的正常 十一月初的時候 立法院院會的時候 他們一定也會用 更下流的手段 要把七天假的案子 給砍掉 禁負二三毒 大家說我們要不要回來 加油 接下來 我們一定會採取 更進一步的抗爭手段